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English grammar one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八个单元 W Questions Subjects and Objects 它是有关于询问主词跟Source的问句 首先我们看的是Question about the subject 也就是说你的问句是在问主词 它的句型是 含有wh的这个询问词 的这个主词 当主词加动词加受词 比如说Who saw John 谁看到约翰 你看who就当主词 对不对 所以在问这个主词 谁看到约翰 Who called you 谁打电话给你 你看这是主词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在问这个主词 所以在问这个主词 who drank the milk 谁喝了这个牛奶 谁是主词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问主词的问句 What happened 这也是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 Who's a girl play the piano 哪一个女孩 彈这个钢琴 大家通常都是过去词 是问主词 红在前面 How many people saw the show 多少人看过这个表演 还是在问主词 你看就是主词位置 加动词 加受词 好 那回答 就是根据前面上面的回答 Mary saw him Mary看到他 Tom call me Tom打电话给我 The boy drank it 这个 I heard it 就是主词 加动词 加受词 回答的时候 就是 Woo 主词 那回答的时候 这是一样 A car hit a dog 一辆车 撞了一条狗 The one with a big smile play it 有一个 带有大微笑的 这么一个女孩 弹了这个钢琴 这个钢琴 Three people saw it 三个人看了这个表演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问句跟回答 就把人家在一起 配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来 Who saw John 谁看到约翰 谁 主词 对不对 Merry saw him Mary 看到他 你看这几乎都是位置一样 Who Mary saw John 就是him Who called you 谁打电话给你 Tom call me Tom 打电话给我 所以你看这是主食吗 这是主食位置 所以这叫做 有关于主食的问句 Who drank milk 谁喝了这个牛奶 The boy drank it 这男孩喝了它 人家是主食的 他有主食位置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是有关主食的这个问句 好 这是继续 就是 有关主食的问句跟回答 What happened 發生什么事情 Car hit a dog 一辆车撞了一条狗 Which girl prayed the piano 哪一个女孩弹了这个钢琴 The one with a big smile prayed 就是那一个带着大微笑的 这个女孩 看了钢琴 所以这是主食问句 有关于主食的问句 回答 How many people saw the show 多少人看到这个表演 Three people saw it 三个人看到它 你看这都是 主食的位置 你看都是主食的位置 好 好 这下来我们来看 Question about the objects 就是在询问有关授词的 这个 这个问句 好 所以它的这个 基本句型就是 代表代表 字眼的这个 授词呢 加主动词 加这个主词 加动词 Who did marry soul 或说 Whom did marry soul See 对不起 Who did marry see 或是 Whom did marry see 就说 玛丽看到谁啊 你看 你看看到这个 Whom 是当 See的授词 对 所以这个叫做 有关于 问授词的问句 这句也是一样 Who did you talk to 或是 Whom did you talk to 你跟你对谁说话 对 to的授词就是这个who 所以就是一个 授词的问句 问有关授词的问句 What did the boy do 这个男孩做了什么 你看 Do要接授词 对不对 所以是 讨论有关授词的问句 这个男孩做了什么 好 那 接下来就是他回答 Mary saw John Mary看到约翰 I talked to Tom 我对他们说话 He drank the milk 他喝了这个牛奶 好 那我们现在又把 问句跟回答配合在一起 问有关 这个 授词的 Who did Mary see Whom did Mary see Mary看到谁啊 Mary saw John Mary Mary Mary看到John 对不对 John本来就是 C的whom 都授词嘛 所以就 Mary看到John 看到约翰 所以就是 有关于 授词问句的回答 Whom did you talk to 或是 Whom did you talk to 你跟你对谁说话 I talked to Tom 我对他们说话 所以这个Tom 是属于授词 这边是在问 有关授词的问句 这是有关授词的回答 What did the boy do 这个男孩做什么 He drank 他喝了这个牛奶 所以这是授词的问句 有关授词的问句 有关授词的回答 好 这是有关授词的问句 How many apples did the girl How many apples did the girl naid 所以你还 需要多少个 苹果 那个naid 需要个授词 How many apples 所以在问这个授词 第二句 Which toy did you like 你喜欢哪一个玩具啊 所以like 授词就是toy 对不对 哪个玩具你喜欢啊 所以在问授词 的这个问句 How much time did the student naid 学生们需要多少时间啊 跟naid 这边授词 好 好 就是刚才问句的回答 She needs five apples 她需要五颗苹果 i like the train 我喜欢火车 the late two hours 她们需要两小时 好 好 接下来 也是我们把这个 有关授词的问句 跟回答 把它套在一起 我们可以更清楚 看出来 How many apples did the girl naid 这位女孩 需要多少个 苹果啊 回答 She needs five apples 她需要五个苹果 Which toy did you like 你喜欢哪个玩具啊 i like the train 我喜欢火车 How much time did the student need 学生们需要多少时间啊 回答 they need two hours 但需要两个小时 所以就是 有关于souls的问句 跟回答 好 这也是有关souls的问句 Who does she depend 或是 whom does she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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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防卫的意思啊 也就是 对谁 这个在法律上 就是他为 为哪个人 得来 这个 抗辩啊 Depend 就防卫嘛 就是 他可能是一个律师 对不对 他为这个 你来为谁 这个 抗辩啊 答辩啊 Whom does she depend 或是 whom does she depend When did he arrive 他什么时候抵达 Well Well he stay 他将在哪里 留下来 待下来啊 Why does Mary Mary want to travel to Japan 为什么 Mary要 旅游到日本去啊 像这种 都是 属于 有关souls的 问句 好 就刚才问句的回答 she depends John 他为 John来 combat 为 John来说话 oh he arrive at 7pm 他在下午 7点钟抵达 he will stay in a hotel downtown 他将会 停留在 城 城市里头的 一个 旅馆 she likes Japan 他喜欢日本 好 相同的我们把这个 问句跟回答 套在一起啊 这也是有关souls的 问句 跟回答 Who does she depend 或是 whom does she depend 这两个都可以用 他为谁抗辩呢 she depends John 他为John来抗辩 when did he arrive 他什么时候抵达 he arrived at 7pm 他在下午7点钟抵达 他 他将会停留在哪里 he will stay in a hotel down town 他将停留在城里头的一个 hotel Why does Mary want to travel to Japan 为什么 Merry 要留到日本呢 she likes Japan 她喜欢日本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结束 第八单元的文化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